瞄准 开炮 我竟然收到乐高寄给我的 梦魇鲨鱼船 伴随着梦境城猎人动画的推出 乐高也推出了这款71469 梦魇鲨鱼船 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这个系列里最大的一个 足足有1389片金 开玩具的包装就能看到15包零件和一本说明书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说明书结合剧集做了插画 在拍子前我换了6个小时把玩具装好了 在拼装的时候我发现 船体里竟然藏了两颗 铁碟 产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船舱 船头和甲板式 将它们组装好之后 就能看到这艘梦魇鲨鱼船 船体主要以黑纸配色为主 还有一点客气元素 整体结构非常精巧 鲨鱼船是通过一字的玩具 小鲨鱼和魔王船结合得到的 你是怎么从这样变到这样的 玩具里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鲨鱼头了 通过转动侧面的旋钮 可以控制鲨鱼嘴的开合 船毛就藏在口中 通过另一侧的旋钮 可以控制船毛收放 诶 飞船要船毛干嘛 哦 鸣列前茅 鲨鱼头侧面还有划痕刻画 嘶 这个牙齿属实该刷了 鱼头以下部分就有点鹿骨了 整个腹部由鱼肉和鱼骨交织而成 中间镂空的三根鱼骨可以打开 里面就是莫娃的豪华大单肩 牢笼里居然还有一张床 它真的 我哭死 鱼尾依旧延续了鹿骨风 尾部和鱼齐由可动结构组成 下半部分两颗引擎的爪牙 有点生物科技的感觉 中部尾可转动结构 尾部还做了特殊的透明零件 通过透明零件能见到大大小小的眼睛 引擎喷出的火焰也是特殊透明件 火焰分层的界面子我可太爱了 船头超长的微杆是可以摆动的 如果占灯能亮那就太酷了 哦 其实是我用的发光零件 加班两侧均有360度可转动的大炮 按下按钮就能发动大炮 让我来试试威力 其实不痛 甲板上有一个可开合的天窗 通过这里可以快速进入大单间 甲板的上方就是他魔王的王座了 座位上有眼睛作为装饰 呃 大魔王座的上面真的不会挡住眼睛吗 船只的方向洞和船帆都是可以动的 甲板室门口的大眼睛需要拨动上面的尖牙释放 拨下来的大眼睛背后有四根牙 可以作为支撑 诶 这真的不是荷包弹吗 甲板室可以中分展开 两侧有一些长枪短炮 还放着魔法沙漏 中间还关着小兔斑斑 通过中分甲板的缝隙 能看到里面暗藏玄机 宝箱内部是 金色传说 除此之外呢 在剧中刷一船有两款造型 在说明书第244也就能看到 变好之后是杰格样子的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引擎变成了大炮和轮子 大炮不仅能360度转动 还能 自攻 毕竟欲练神功 必先自攻 原来的船帆变成了瞭望台 甲板式的大门直接变成了常开状态 原来的荷包弹长出翅膀飞走了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个造型呢 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是更喜欢船的造型的 特别是鲨鱼的造型 就算单独从船地里拆出来也不会很突兀 最后来介绍下最出乎我意料的人仔 本次给了7只人仔 分别是哥哥马太奥 妹妹伊兹 莫娃和小伯构成的主角团 恶梦魔王和两只恶梦精灵构成的反派团 其中伊兹的头发和恶梦精灵燃烧的火源都做了渐变涂装 属实有惊艳到了 马太奥头发的绿色部分和这个胎记也还原了出来 胸口还有时间沙漏 背后还还原了披风 恶梦魔王除了一颗带着皇冠满是皱纹的小白脸之外 背后还用软胶还原了破披风 说到武器方面 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魔王和伊兹了 你俩是偷对克金了还是咋地 只有你们的武器是用透明剑做的 可以通过魔王剑上的小眼睛看见猛男 看我干嘛 哦 看见主角团 整体有人将船只和鲨鱼结合在一起的设计 想必只有在梦境中才能见到 那么玩具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要去梦境城找鲨鱼